BTO刚过五年的,就像这边的 这些有些房市的已经是可能接近650千,680千可能都有 都在上,都在上,都在涨 对,都在涨 全球房市飞涨,新加坡也碰上超过2012年房价最巅峰 商城中心还有巴士转运站新加坡益顺的金华地带 Jason是当地房仲,也住附近 我们要看到房屋的增值就是appreciation 我觉得在private里面,private condo,私人公寓里面 增值会比较好 但是我买的时候是三年前,是84万 如果我现在放在市场上里面 我看我可以拿到95万以上 仔细算过,从组屋换成私人公寓 两房格局房价短短三年,从台币1800多万 能喊到破2000万 还不算在新加坡市中心 监控局公布2022年第二季的转售价格指数 是来到了163.9 跟上季比起来涨幅有2.8% 尤其在他们的成熟区涨幅更是高达18% 同样是有房价高涨的问题 但他们却还是能够负担得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开始工作之后 就会被强迫存款到他们的公寄金户头 这公开透明的户头 就是新加坡人买得起房的助力 类似台湾年金制度 但涵盖范围更广 以35岁以下年轻劳工来说 以每个月薪水提拨20% 同时雇主也得另外拨出17%存进去 薪资月存37% 依照比例分配到三个账户 不只能拿来买房 交易支出投资股票 最重要保障退休金 医疗需求也算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有这个公寄金的这种制度 所以基本上年轻人做了差不多3年到5年的工作 他们所累积的这个公寄金 一般上都可以用来供你们的手机户口 反观台湾首购族 至少准备房价15%现金在手 薪水同时还得扣劳健保或缴房租 资备款哪里来 无颗蝸牛怎么挣脱困境 这大灾问现况难解 TVB新闻师孟杰黄敬迎新加坡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